那各位现在来看一下哦 我们现在要改看编号99号的 99号我们要先看影片哦 好各位小朋友要注意看哦 你要看影片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上来玩拼谱哦 你如果没有看影片 你就没有办法玩拼谱咯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几种密合的方式 好它是数学谷价是正三角形了没有 那爱学就画上那个轮廓 接下来要割谷了嘛对不对 第一个它割了这块转了60度 它其实是从这边转到这边 转60度就可以了 那第二块呢 这个先平移再旋转 其实它是以这个为旋转点 把它转了60度 那第三块这个 也是转了60度 用这个当旋转点转了60度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块 底下的底边的终点 做了180度的歌舞 那你发现它很像一只飞鱼 那爱学尔的专场就是 把它着上色彩让它更像飞鱼 好那要几只鱼呢 我们要相比要不同色对不对 两只鱼就够了哦 刚刚那个蜥蜴要三只鱼只要两只 所以第一只鱼第二只鱼 好各位注意看哦小朋友注意看了 它密合方式有几种 好第一种 这是鱼的嘴巴 躲到这是鱼的翅膀的下面 有没有 好小朋友眼睛张亮一点 然后把它照相起来 这是第一个 可以不用照相机照相 用眼睛照相就可以 寄到你的脑中 不是存在电脑里面 也不是储存到手机 是储存到你的头脑里面去 那第二个密合呢 你若是瓷砖师傅的话 第二个密合的方式 两个翅膀交错有没有 有没有 这比较困难的哦 刚刚这里互补有没有 它其实是挖工墙补锡墙产生的嘛 对不对 好就只有这两种哦 刚刚蜥蜴有三种这个只有两种 好那等一下要上来拼图了 你要记住刚刚那两种密合的方式 接下来每一个正三角形 都会被一只鱼来所取代 好飞鱼 好第一只 第二只这是什么 它的头抖到它的翅膀底下的嘛 对不对 然后它可以绕一圈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是翅膀的交错的有没有 这个 这是 这都有 两个都有 所以它刚好有头抖到翅膀底下 又有翅膀的交错 好所以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我来让你看一下正方形的哦 好蜥蜴 我就看这个104号好了 诶104我的学生有做吗 诶有哦在这边 好它有拼图哦 好我现在要看这个104号就是中心他们做的 就刚刚啊就是这一只的 我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一只蜥蜴的哦 你看它的数学骨架就是正方形 有没有 好它长得应该很像这一只 不是很像啊 就是完全一样的对 这是艾薛尔104号 104号应该是它晚联的时候的奏品了 好你家的客厅应该听出来像这个样子 那这只蜥蜴看起来都转了90度而已 所以它应该是做旋转来的 好你有没有发现它做了90度的旋转 有没有 好以右上角那个顶点做了90度的旋转 它现在看起来不像蜥蜴有没有 可是这一块再转过去就很像蜥蜴了有没有 好最后一块应该是最后一块了吧 这块割了之后蜥蜴就成产生了 好你看有没有这个很像这一只蜥蜴有没有 只是还没有走上颜色 他们这个是黑白版的 我们是彩色版的 等一下我的学生画的是彩色的蜥蜴 好我们看我的学生画几种颜色 好它的面积跟这个正方蜆是一样的 那它就旋转 好第一只蜥蜴产生了 好它会跑第二只蜥蜴红色的 好它的蜜合转了几度 90度有没有 它的平移就好了 所以它蜜合是转了90度 好它们现在要拼了对不对 它每次都转了90度有没有 你注意看 它蜥蜴都转了90度 好所以只要两种颜色的蜥蜴 就可以让它完全分明清楚了 好这是蜥蜴啊 这是编号104号的黑白版 爱选画的是这个黑白版的 我的选画是彩色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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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